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硬派Q&A 第六集 那這個系列呢 其實可以收集到很多大家的一些回饋 我真的覺得非常的有趣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聊什麼呢 這個問題其實也蠻好笑的啦 但是確實它也算是一個常發生的狀況 就是有網友問說 如果我們真失敗了 我後面該怎麼辦 還能不能救它 那學長第一次看到這個問題 是覺得蠻好笑的啦 因為那當然最好方法就是 你悶蒸不要失敗嘛 但是我很清楚其實大家都會有這種狀況 就是我真的就失敗了 然後我看起來我的悶蒸狀況就不好啊 或是好像水就流光啦 或者是膨脹狀況一下就凹陷了 然後看了以後就有一點點 心中就很矮油 今天又搞砸一次的豆子 有點煩對不對 那這種狀況之下呢 怎麼辦呢 其實學長呢 還是有一些方案可以給大家選擇的啦 首先第一個部分呢 如果你的悶蒸已經失敗了 我非常建議你的方式就是呢 第一個部分就是 你可以選擇用推粉法這類型的手法 比較容易成功 因為有些的手法呢 譬如說中心注水法 或者說一些比較吃悶蒸的手法呢 它事實上來說 如果你悶蒸失敗的話 你確實你後半段想要救它是很難很難的 OK 但是有一些手法呢 它其實比較無所謂 譬如說推粉法 大家比較常聽到的就是推粉法 那推粉法呢 因為它是把粉成整個推開的嘛 對不對 那推粉法呢 它就比較不吃悶蒸 就算悶蒸失敗了 你用推粉 可能還是可以好喝的 或者是說呢 你中間給水以後 往外繞圈圈的這種手法呢 它也是比較不會受悶蒸影響的 當然還是會有差 香氣一定會有差 但是呢 至少後半段的味道上面 是會比較安全的 OK好 這是第一個部分 你可以選擇一個 比較不吃悶蒸的手法 那學長推薦就是 嗯 推粉法是最好學 而且是比較OK的 那第二部分呢 就是如果 你在給水上面呢 可以建議呢 你可以稍微柔軟度 稍微柔軟一點點 柔軟一點點 為什麼呢 因為一般來說 如果你很明顯的 很快就塌陷了 或是說呢 你很明顯的 一下子就不膨脹了 通常比較多的狀況之下呢 是你的咖啡粉可能 磨的比較粗 或者是說呢 你的烘焙度太淺 你的咖啡粉不太吃水 不吃水不排氣 不排氣就不膨脹嘛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呢 後半段呢 你通常給水稍微小一點點 稍微小一點點 讓你的咖啡粉有機會 重新第二次的把水呢 吸到咖啡粉裡面 然後讓它的萃取呢 恢復正常 這種 讓你的咖啡好喝的基菌呢 就會大增 對 所以呢 如果是這樣的狀況的話呢 把水調小 是有機會讓你可以變好喝的 所以原則就是這兩點 就可以有可能讓你不好喝 悶蒸失敗的咖啡 仍然有不錯好的風味 但當然啦 回歸到源頭 還是希望大家 可以把悶蒸練好 因為悶蒸它是一個 很好用的一個 一個手法 那對你的很多的手法 也是用悶蒸來開頭的嘛 開頭做的好 後半步就容易做的好 那當然 除了悶蒸之外 也有其他的手法 譬如說攪拌法 它根本就沒有悶蒸 或者說譬如說像 點滴法 它也是沒有悶蒸的 那這些手法呢 也是可以去選擇的 OK 好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內容了 如果你悶蒸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可以選擇這些手法 來去救救你的咖啡囉 OK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此結束囉 那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們下次見 掰掰